公元884年 汴州驿馆上元役 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 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 这场晚唐的宴会 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 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 不仅如此 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 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 宴会的主角 一位是宣武节度史朱温 另一位是河东节度史李克用 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 后投靠唐政权 以制军严酷著称 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 他拒守汴州 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 李克用 沙陀人 骁勇善战 军中称为飞狐子 他一只眼睛有问题 人颂绰号独眼龙 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 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 以太原为中心 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 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 他们合力加工大获全胜 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 李克用年轻气盛 宴会上处处逞强 言词间多有不敬 朱温内心奋奋 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 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那么这件事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 叫做鸿门宴了 延续一百多年来 藩人割据的这种局面 在这个红朝起义失败以后 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其中两个发展最快 势力膨胀最迅速的 就是朱温和李克用 他是当时的两墙 坐在一起 表面上是把酒言欢 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 朱温大军以秘密包围了驿馆 就等着合适的机会 夜幕降临 朱温大军纵火放箭 李克用所带的三百名亲兵 全部被杀 李克用危在旦夕 偏偏此时雷雨交加 火箭的威力大箭 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 李克用狼狈逃走 昔日的战友 顿时成为仇敌 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 从此拉开序幕 他们的争霸将左右 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 九世纪末期 唐帝国已并入膏肓 在围剿皇朝起义的过程中 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 唐王朝已奄奄一息 朝臣与宦官们 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 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 公元九百年 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 而且打算废除唐昭宗 要想制服宦官 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 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 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 寄托在朱温身上 由宰相崔印秘密制书朱温 请其出兵讨乱 接到宰相崔印的书信 朱温喜出望外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朱温大军立即出发 目标长安城 宦官的韩全回等人 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 投靠奉祥节度时李茂贞 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 交战失败后 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 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 唐朝的中央政权 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 七百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 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 神策军被解散 紧接着 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 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 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 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印 他强迫唐昭宗前往洛阳 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士 百思 民间卢社全部分毁 不久 唐朝宗在洛阳被杀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 公元九百零七年 朱温代唐成帝 改国号为梁 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 后梁 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 忠告结束 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 后梁建立后 尽管许多番阵被朱温扫灭 连中唐以来强翻魏伯承德 也因战败归附朱温 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 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 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 此时 据上元一盛宴 已经过了23年 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 变成了成熟的雄聚河东的军事霸主 此时 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 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 接下来的中原政榜 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 朱温试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 李克用南向痛哭 发誓要朱兄讨逆恢复唐朝 李克用仍自视唐城 以秦王讨逆为旗号 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 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 占据着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绝对的优势 但是从道义上来讲 李克用是打着 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 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支持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 十分彪悍 他曾下令规定 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北杀或逃走 他所率的全部是兵 都要斩杀 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战 对自己的军事尚且如此 对敌兵则更为残酷 李克用则以意气相勾连 以他的义子十三太宝为核心 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 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 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 这是山西省尽忠义校 为了新年的演出 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排练的剧目近距雅关楼 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 在戏剧中 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 这位年仅十几岁 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升勤 皇朝大将孟绝海 在戏剧盛行的年代 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 沙托国 雅关楼 飞虎山 太平小等剧目众多 而且十分流行 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 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 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李克用与十三太宝 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亿子 他们各个武功非凡 皆一时雄劫暴武之事 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 太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 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 如履平地 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实际上就是说 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 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 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 他必须要 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 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儿更多的反导式力 他这个义子只是一个名头 在二十余年的时间中 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 后梁建立后 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 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 然而908年征月李克用暴病而亡 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 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 他把儿子李存旭立为晋王 取出三支箭 祝福儿子完成三件大事 第一支箭 直指北方的刘仁公刘守光父子 他们正占据着幽州 第二支箭 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启丹 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 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 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 把北方的像刘仁公 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旗单 对势力加以削弱呢 这是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军事家 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 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 和抵御当时的禁敌旗单 放在第一位 那么表明啊 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 作为自己的要务 刘仁公刘守光占据的幽州 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 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 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 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 才能够无后顾之用 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 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 李克用的军事集团 才能真正雄霸中原 李克用死时 外面黄沙漫天 真正的大战 将在李克用死后 全面展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